到底是谁人火了希拉蕊呢 总统大选的造势场合 希拉蕊揍万力 要和选民一问一答 但是这名女子硬是不照规矩走 想不到轮到下一题 这名女子不举手 就开始大声吼出问题 彻底挑战希拉蕊的容忍度 幸好希拉蕊没有回答 闹场女子的问题 因为他本来打算问 克林顿的成年婚外情 不过候选人被反对者乱入 随着选情升温越来越常见 川普的应对堪称一绝 不过再怎么会耍嘴皮子 川普这回确实被自己人打脸 原本狂砸6600万台币 得意洋洋推出的最新竞选广告 这只根本就是拿资料片 穿在一块完全看不出来 重金花在哪的新影片 却被抓包美墨边境的画面 错得很离谱 美洲非洲画面混在一起乱用 墨西哥摩洛哥更是傻傻分不清楚 常被外界讥讽没有国际关的川普 连竞选幕僚都这么腊杂 现在闹出大笑话 要怎么凹回来 全世界都在看 记者林佳璇报道